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赵丽颖王一博被爆恋情绯闻 暧昧细节被扒 女方曾为男方介绍大佬 娱乐圈的恋爱绯闻 一直是网友们乐此不疲的话题 虽然以前是靠第一狗子曝光 但现在网友们也开始自己研究猎奇了 最近又爆出了赵丽颖和王一博恋爱的消息 这两位可都是85花钟的佼佼者和顶流男星 赵丽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最终已离婚告终 而王一博则是偶像出身 通过陈情令爆红 成为了一线明星 这次 两个人的恋情绯闻是因为 一则带假发去看演唱会的新闻引起的 既然是恋爱绯闻 就少不了一些猜测和揣测 赵丽颖和王一博在各自的领域 都是大红大紫的存在 两个人如果在一起 肯定会引起无数人的关注 赵丽颖曾经的婚姻经历也让人对他的感情生活多了一些关注 而王一博一直都没有公开恋情 这让网友们对他的猜测更加的热烈 从这则恋爱绯闻的源头来看 是因为一则男明星戴假发去看演唱会的新闻而引起的 网友们通过照片猜测 一似有一位男明星戴着一顶假发去看演唱会 而这个男明星的身份 网友们最先猜测的就是王一博 而在猜测王一博戴假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网友们不仅发现了这个细节 还注意到了赵丽颖和王一博近期的行踪 这就让这则恋爱绯闻的内容更加丰富 当然 这只是一个恋爱绯闻 真相还要等待官方的确认 但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则充满热度的话题 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猜测和讨论 对于赵丽颖和王一博的粉丝来说 这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消息 但是 对于恋爱绯闻中的明星来说 这也需要承受一定的舆论压力 惊喜 赵丽颖带着假发现申章节演唱会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 一组照片在网络上风转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戴着黑色帽子和口罩的人 但从后面看 却发现他戴着一顶有些稀疏的假发 更让人惊讶的是 从他的眉眼中 大家仿佛看到了某个当红男明星的影子 很快 网友们便纷纷猜测这到底是哪场演唱会 这个神秘人陪谁去的呢 曝光的照片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明星秦肖贤的身影 这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场张杰的演唱会 而其中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来宾 正是赵丽颖 赵丽颖和张杰的妻子 谢娜是好朋友 之前还一同合作过张杰的歌曲MV 所以 赵丽颖现身张杰演唱会 既让人惊喜 又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除了亲自到场观看演唱会 赵丽颖还在现场与谢娜 张杰合影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赵丽颖非常开心 她的笑容洋溢着 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好友的祝福 这样的互动也让网友们 倍感羡慕和期待 这次的照片曝光 不禁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明星们也会偷偷享受 普通人的生活吗 他们会像我们一样去看演唱会 感受音乐的魅力吗 或许 他们身份的特殊性 会让这样的互动 显得尤为珍贵和难能可贵 总之 赵丽颖带着假发现 申章节演唱会的消息 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 这次的互动让人感到意外又充满喜悦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明星们的 不同面貌和生活 你有没有参加过明星演唱会呢 你觉得明星们会像普通人一样 享受生活吗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赵丽颖和王一博 朋友还是恋人 揭秘二人关系背后的真相 赵丽颖戴着黑色的帽子 笑容灿烂的冲向镜头 这一幕本应平淡无奇 却因为王一博粉丝的 一则辟谣公告 而引发了轩然大波 公告中提到 请勿进行非法造谣行为 编撰意想不实传闻 并带上了假发演唱会的话题 顿时让人们纷纷开始翻起 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过往 早年他们合作的影视剧有匪 虽然成绩平平 但他们的合作却十分愉快 两人是通过这部剧相识的 并且之后成为了关系 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在共同出席活动时 王一博常常会在台阶下等待 赵丽颖的到来 然后一起走向舞台 而当王一博演唱的剧集插曲 被网友们嘲讽不好听时 赵丽颖会在社交平台发文力挺 表示好 听 句号 而在两人参加颁奖典礼时 赵丽颖还会为王一博引荐他 不认识的行业大佬 着实提携了一把 这些种种细节 让人们原本觉得他们只是关系好的姐弟 但直到赵丽颖做客天天向上 与王一博同喝一碗胡辣汤的画面播出后 大家才开始觉得两人之间似乎有些暧昧 由斐播出之后 网上关于两人恋情的绯闻也开始逐渐发酵 一些人发现了疑似赵丽颖和王一博的暧昧影子照片 还有人发现了他们戴着的同款项链 甚至有胆子更大的港媒报道称王一博赵丽颖露骨泄密情 所有这些无疑都给了人们足够的理由去怀疑两人之间是否有更多的关系 然而 我们不能就此下结论 毕竟 绯闻始终只是绯闻 不能轻易将其视为事实 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而对于粉丝来说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八卦和绯闻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 人们总是喜欢去猜测 揣测明星们的爱情生活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 这只是娱乐圈的一部分 并不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不要盲目追随谣言和八卦 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才能真正看清事物的本质 最后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粉丝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明星的绯闻和娱乐新闻 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早在2018年 两人就传出将要合作出演 风吹半下的消息 但赵丽颖的粉丝并不支持和王一博的合作 近日 网友通过翻出一些旧照片和视频 发现赵丽颖和王一博的暧昧关系似乎不少 视频发布的时间是18点20分 网友觉得这个数字很特别 也有网友在转发该动态时 Q了赵丽颖和王一博 除此之外 赵丽颖还支持了王一博的电影 并在卡斯柏接受采访时夸他帅 看来 两人之间的关系令人好奇 大家都在等着两位当事人出面澄清 如果是真的 我们当然要祝福他们 如果是假的 也希望他们早日澄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